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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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everyone,我是Karidash Happiness University的熊文谦 我今天要與你分享的這個 從南方哲學看時事的議題是 暴紅反黑的網紅給我們的啟示 大概前兩週有一個很紅的一個 相信我相信他也沒有想當網紅 但就是有一個很紅的議員 就是來自屏東地區的某個議員 那那個事件很戲劇性的一開始 是因為說他咬了警察 所以大家對他一面倒的負面評價 結果後來又發現他是一個大好人 然後他就爆紅了 後來又似乎他上了什麼節目 然後又無端的批評別人 所以他又反黑了 真的來來回回的鬧了很久 這個事情其實我一直都有在關注 然後我身邊的不少朋友也都有在 在分享這個題目 然後我在看這個議題的時候 相對於很多人去關注說 他到底他的機構是不是一個合法登記的機構 或者說他為什麼要邀警察等等 我其實那時候在觀察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網紅現象 網紅現象大家都知道 網紅現象是現代社會特別出現的一種狀況 為什麼 因為在二三十年前 甚至於更久以前 人類社群之間沒有像現在這麼密集 所以在現代呢 浮現出了許許多多的網紅 甚至有人就是以網紅當志願 我有不少朋友在大陸開公司 他開的公司就是那種 所謂的網紅培訓班 一個月可能交兩萬人民幣 然後他就保證你在可能半年之內 就可以變成網紅 他就會幫你安排去跟其他的網紅做朋友啊 然後像經濟公司這樣 刻意的這樣一人培訓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說 有網紅這種東西的出現 跟現代的這個科技 因為社群的關係嘛 所以大家的互動變得更密切 資訊越來越爆炸 有很大的關係 但其實不是只有網紅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還有很多的另外一種現象 就是新創產業的現象 不知道大家對新創產業了不了解 我們時常會聽到很多很多的 新創的一些公司 比如說 之前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蝦皮跟PC Home 或者是還有一些媒體 一開始呢都是透過大量大量的融資 拿到一筆錢 然後呢他會怎麼做呢 他會努力的先去在市場中 搶到人們的眼球 所以這種新創產業跟網紅的兩個 兩方的做法是很一致的 就是先搶到大家的眼球 那接下來他會認為 當我搶到大家的眼球之後 他再去變利 就是變成 就是說套利嘛 他得到他的利益 或者是得到他所想要的東西 或者是他的影響力等等 這個是現代社會 或者是現代網路時代 特別有辦法讓這樣的東西存在與出現 可是衍生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是很多人他在操作 或者說在使用網路的過程中 他其實有點忽略了人的特性 什麼意思呢 在討論這個議題之前 我先暫停一下 我要先講另外一件事 前陣子我讀了不少書 包括像佛里曼的 謝謝你遲到了 還有快思漫像 這些西方的這些記者以及作家 他們都廣泛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在科技進步如此快速 社群變得如此密切的現代 人類有點趕不上 人類要適應一個事情的週期 大概是二三十年 但是科技的進步 適應可能五年甚至於三年 就有一個很大很翻天覆地的轉變 所以人們開始有點趕不上這個科技的進步 就好像我們就像一個被塞到駕駛座上面的猴子一樣 猴子不知道要怎麼開車嗎 同樣的由於現在科技進步太快 所以人們開始有點好像不太適應這個東西 所以典型的表現就是什麼呢 就是比如說很多人手機上 或者是很多人為了要得到讚 他就會說什麼 可能只要有人分享一千次我就如何如何等等 這些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可是比較不極端的例子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網紅跟新創現象 由於社群的發達與發展 讓我們能夠再有本錢 在短時間之內吸引到大量的眼球 所以很多人就期待在吸引到大量的眼球之後 他才要去套利或者說才要去做點什麼 但是我們忽略一個問題 每一個人都具有同樣的平台 換句話說 社群網站讓我們達到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同樣一個基準點上面 每一個人不論是一個小小的個人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媒體 在社群平台上面他都是起頭的 他都有搶到別人眼球的機會 當然對我們來說 對可能小蝦米來說是好消息 可是當你是一個小蝦米 然後你透過於投資 你變成一個大鯨魚的時候 我們就會忘記 當我們作為大鯨魚 我們好像有很多人的眼球 就好像那些網紅 他好像有很多人的眼球 可是在此同時 還有無數的其他小蝦米 他也有可能取你而代之 這就是現代我覺得在 特別是不論說網紅啊 或者是網路新創產業啊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行業 遇到的一個問題 大家都只想著要搶眼球 但是卻忽略了其背後 當我們真的得到那麼多眼球之後 如果我們沒有去為他 做更多更多的什麼準備 那我們其實只不過透過於科技的便利 來得到一點成果 而這個成果別人也可以達到 換句話說 如果你沒有 你個人沒有一個獨特的東西 你沒有一個特有的東西的話 科技它只不過是工具 它不是你達到目的的唯一 就是所有的特色啊 或者說它不是能夠 幫助你達到所有目的的 對於那些本身已經很有能力的人來說 當然像網紅 或者說像這種科技的東西 可以對它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如果你本身是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質 或者說你本身沒有什麼樣的特色的話呢 那科技這種東西 吸引到眼球 終究還是會被別人吸走 這個議員的這件事情 給我的第二個很重要的啟示 特別是我在觀察的時候 發現的事情就是 我們很多人都會在大起之後忽略了 接下來將會大落 在印度哲學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生的當下就決定了滅的存在 換句話說 一件事情的發生 就決定它終究有一天會消失 可是我們往往都希望得到大起 當然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危險的是 我們都忘記 當我們走到山頂 接下來我們唯一能夠走的就是往山下走 我們走到大起之後 我們就忽略了接下來必然會大落的這個事實 所以像這個 我覺得這個新聞事件是很像一個壓力鍋 很短時間發生的嘛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這種例子 比如說我期待我跟某個女生交往 好像我的人生就滿足了 我只要有了孩子 我的人生就滿足了 我只要換一個工作 我的人生就OK了 我就到了大起的頂端 可是我們都會忘記 當我們改變的生活型態 當我們大起之後 我們就會面對到不同的生活模式 而我們很多時候是沒有意識到 我們就要面對到這些問題的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議員 據說在他變得很有名之後 還沒有變黑之前 在他變紅短短的段時間 他壓力非常的大 聽說他上教堂的時候 就非常的痛哭啊等等 壓力很大 因為原本舊有的生活模式被改變 同樣的 當我們嚮往某種新的模式 而我們得到這個新的模式的時候 我們以為這就是大起 但是我們沒有忽略到 如果我們要好好處理這個大起 他可能變大落 他可能會因為破壞了你舊有的生活模式 破壞了你舊有的習慣 甚至於破壞你跟你原本朋友 親戚家人的關係 而讓你更加的失落 所以大起的同時 想一想 接下來大落在哪裡 這個是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呢 或者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特別重要的一個情勢 這種狀況其實是大致很多公司的意義 小致我們個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 在面對任何問題 或者說 在面對自己的任何選擇跟投資之前 一定要先想想 我大起之後要幹嘛 得到了更多研究之後 或者說自己得到一點點 自己想像的成功跟滿足之後 壓力才是接踵而至的 喜歡這支影片嗎 喜歡的話一定要關注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YouTube 以及我熊仁謙的臉書 我們會有越來越多豐富的各式各樣的 包括活動啊演講啊 甚至於可能一些直播的東西 與大家分享 南方哲學 印度哲學 怎麼樣能夠幫助我們 得到一個更快樂的人生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